有实体性 知道吗 怎样都没有欢迎 发现什么事 这样听得来吗 这样听得来 苏脸梦没钉头也没啥 没办法 好了 那就没办法 你就慢慢慢慢地训续 佛法本身就是很辛苦 有一点难处 没有关系 大小圣的分水理就是这样 小圣他承认有一个颗粒为成的成像 大圣连这个成像都没有实性 当体就是空 空到底没有一法不空 没有一法不空 那你这样理解 就知道大圣佛法的究竟之处 换句话说 那个颗粒为成也不可得 地水火风其实就是本性 究竟的空 好 底下 此时渐渐 此字就是指上面的两句 时即渐渐非渐之意 此显音 真结 绝于所结 是神时 这真结 绝于所结 是神的时候 这真结觉悟到这个所结 有毛病的时候 这个真结不度于神中 佛陀看每一个众生都卡在无名病里面 所以佛就无病了 所以是尊 心灵是个究竟圆满解脱的圣者 佛陀的心灵是没有病的 那我们一切众生呢 不是重病就是小病 不是轻病就是少病 还有一种就是没有药 没有旧药的病 就什么都执着 什么都计较 没有一天活快乐的日子 没有 即使前面真见 见于见经带旺的时候 就是前面的真见 见到见经带旺 见经带旺 见经带旺 见经带有少分的旺 诸位 见经不带旺 叫做见性 见经带旺的时候 不存的真心 叫做见经 所以只要称见经 看你是称在什么时候的角度时空 不一样 真见非多于见经旺中 所以真见就是真心 本体每一个人的清净佛性 绝对不会多于 带有旺的见经当中 彼此意义相类 云和地下是责怪之词 见性就是极常新性 就是绝对空 空到彻底 所应取为本修因者 所以下手处 就必须是不生不灭 一等是邪 只惜无邪 无邪 就是没有来去生灭真见 云和复将此妙诀明性 名为绝文之见 来化作意识心 化作生命的意识执着心 何以将年层之弊 价值年层之弊 就是美玉 换作五夫 五夫就是相玉一般的美食 可惜它是石头 类似意可惜是石头 叫做五夫 它不是真玉 其不误哉 把这个相玉一般的美食 误认为是弊 就是美玉 那个就是坏了 不正见了 我们把意识心 当作是本性的不生命心 那就坏了 其不误哉 诀文之见就是六经 体同用意啊 体性是一样的 它的用是有差别的 原意一经名分作六合合 一经名就是纯粹的本性 分成六根在作用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眼离不开明暗色空的范畴 耳朵离不开动静的范畴 眼睛所有的明暗 还有色空这些像 其实在心性里面化作一念的生命 换句话说我们被明暗色空 眼睛这个见性啊 被明暗色空所居服住 没有办法超脱这个范畴 但是总归就是化作 立在意识心的一念生命心 这一念生命心 显现在心性当中 就变成了执着妄想和颠倒 所以原意一经名 其实是同一个本性 分作炎而鼻舌生意的作用 变成六根 就六合合 觉知二知各具有二经 也就是待妄之见经 众生既不可直妄为真 也不可以将真作妄 如果只认见闻皆知 为心则被所付 因为这个是妄心 也就是眼见一切射 耳闻一切身 鼻袖一切香 舌肠一切胃 就一直化作一念意识心 一直执着一直执着 那就完全是妄心的作用 就被捆住了 则真心被覆盖住 极不见精明的本体 虽然是六根 其实是一心 一个心在作用 看你是用生灭的意识心 还是用不生不灭的真心 虽知真心 虽不离见闻皆知 本不属于见闻皆知 就像虚空 真心就像虚空 虚空不属于像 不坏像可是不离像 虽知真心 虽不离开见闻皆知 但真心本不属于 见闻皆知 方有超脱之日 如果真心是六根的话 那看什么都知做什么 那真心永远没有办法超越 所以 体非倾向虚空非倾向 而不具倾向之发挥 真心不是六根 但是不坏六根你怎么发挥 你怎么发挥 它都是生灭 但是当下即空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大悟的人 清静自信 由六根的显现种种的作用 而凡夫却在六根当中完全束缚 根是造生死的根本 六根也是解脱生死的根本 所以你只要见一切明暗色空 知道那是幻 不被迷惑 如如不动 这样子 谢吉士菩提 福性就显 而且要真受益 底下 事故如今见我 吉辱 病诸世间 十类众生 皆及见神 非见神者 是故你今阿难 见我就是见到佛 以及如阿难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佛 以及阿难你本身 病诸世间 一切的世间 日夜行程 花枣树木 山河大地等等 还有一切众生相 实类的众生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皆及见神 见神就是见病所成 见病所成 因为没有智慧 不是透过真心在看事情 是透过妄心在看事情 所以看什么 通通变成心灵的压力负担 非见神者 非就是不是像佛菩萨的能力 能见到赤神之见者 非见神者就是 非如佛菩萨 如果见上面加一个能字更清楚 能见到赤神之见 诸佛菩萨是能见神啊 我们是被神所束缚 众生的见病束缚 被见病所束缚 而佛菩萨是非见神者 就是非如佛菩萨有能力 能够看到眼睛有毛病 无名的见病 这是诸佛菩萨能见神者 再讲一遍 是故你今天见佛以及阿那你本人 病逐世间以及一切众生像 实力的众生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认为他有其自信 有其自信就早已为实啊 认为一切像是实像 是实在的像 事实上实像是非像 对不对 空像才是实像 可是他不是 他认为那个就是实像 看花就找花 不晓得花是颗粒为成 构成的 不知道 皆见神都是见病所造成的 非如佛菩萨能见到刺行之见 因为诸佛菩萨是能见神者 此对境来解释 真心和妄心 真见和妄见 见我 佛有三十二好 三十二像 八十种好 见我 即观佛我像好 即如 即阿难至身 世间只需空山和大地 十类众生一切众生像 于十二类中 除了无色 无详 因为他没有形象 此即圣 凡一正 通通包括在内 是二见神 智同异类 智是相同 可是他的异理是不同的 上面 说 见有神 下位 能见神 见有神 就是知见出问题出毛病 第一下位 能见神 能见到眼睛有毛病 能见到知见有毛病 那么知见就没有毛病了 是不是 所以见有神 就是见病出状况 能见神 是能见到知见出状况 当然知见就没有状况 没有病 若知或未处 众观如来 圣相 有是见 待 神病 这句 太太重要 very very important 这句非常非常重要 把笔放下来 为什么这句 为什么这句非常重要呢 这个是修学 辅导的人 必须要认清楚的真相 我们 常常 可以看到 念佛的人 常常讲说 见佛 见相 见光 见莲花 闻香 或者是说 高僧大德 往生以后 死了 造了种种的像 比如说他的骨头 像观世音 和虚空当中 产生莲花 有哪个高僧 死以后 站在哪里看 照相 莲花 还有台湾的八七水灾 观世音菩萨 站在龙的上面 我告诉你 这些通通是照相馆 出的问题 你今天所有的感应的相片 百分之九十九章 都是造假的 我不是说佛菩萨没有感应 我也不是说佛菩萨 没有圣迹 不是这个意思 佛菩萨 法身强柱 我们早就知道 他时时刻刻会似现有缘的众生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见到这些感应 几乎接近疯狂 很难去把它扭转 说佛法它是心法 既然凡事有像 既是虚妄 就是叫你要用真心看待这件事情 不是说佛菩萨没有感应 有一个道场 有一个道场 这些比丘尼呢 在送药士经 拜药士参 我也是刚好有一年 到那个道场 突然大家都很热闹 热闹什么 因为那个蜡烛有烧出 历士白白的铁像铅 那种 两边的蜡烛都有烧出 那一燃烧以后 就变成一个 一个签 白白的 硬硬的 所有的 那里面 大家都兴奋的不得了 是佛菩萨感应 要是佛感应 我们如果见本性的人 了解这种情形 好 那人 他们就拿来给我看 我说 这个不重要 这些法师不是很高兴 因为我没有随习 后来我要走的时候 告诉他们 说我离开的时候 你把那个还没有点的蜡烛 切开